面对着对手伸直手臂 努力往自己脸上扣的防守 张自宇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简简单单 九中九在13分钟的上场时间 拿了19分 他做的就是要到位置拿到球 把球放到篮筐里 没有人能造成干扰 顺便再拿下7个篮板 送了3个火锅 甚至还有2个抢断 顺带提一嘴 张自宇在场的13分钟 印尼全队只得了2分 无解 绝望 这就是印尼队看到张自宇上场的时候的表情 对面中锋像小鸟 一人一样一头扎在张自宇怀里推拉几转 没有对139公斤的张自宇造成任何影响 然后张自宇游戏区底线 右侧接球转身 用一个标点投篮的方式轻松投进 都没有低头看看对面防守球员 甚至对面伸直的手都不一定看得到 张自宇确实恐怖 在这样的身高体重下 展现出的移动敏捷和柔和的手感 突破了人类的极限 对标男校 张自宇等于高达250公分 比NBA有史以来最高的中风还要高20公分 在女篮很少有夸张弹跳的情况下 动辄比对面高出三四十公分 足以令人感到绝望 而且他还能投篮 张开手臂仿佛一张大网横跟在禁区中间 这就是内线的叹息之强 阵地战难以逾越的高峰 说实话 只要张自宇健康的在场上 都有落下阵地后能给到球 那就是几乎国际赛场的大摇在线 得分手拿把掐 说完了张自宇的表现 再说说本场比赛的优势扮女篮 说实话 面对印尼上半场在没有张自宇的情况下 还输了分数真的很可怕 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好好磨合 所以外线轮转经常漏人 没有展现出女篮战术素养高的传统 而内线除了张自宇 还没有看到198公分的替补中锋 孙凯文打出国内的强硬表现 张自宇下场后还是要看孙凯文 孙亦凡的发挥 甚至起码大半场的时间都要看他们 而如果拉着张自宇打快节奏 结果还没落位就投丢了球 那张自宇很难折反回去 对面就是快攻多达少 这还是战术思路的问题 需要队长王嘉欣来稳一稳 当然这场比赛表现出色的 还有张紫月徐培林 特别是张紫月拿下全场最高的篮板数 有助攻有抢断有活力 徐培林也是拿下20分 展现了出色的手感 打强队还能不能有这样的发挥 以及风险前刀李宇谦能否找到投射手感 也许是面对接下来强敌的关键 打日本队咱就踏踏实实落阵地 千万别脑子一热打跑轰 咱们优势是身高 你觉得优势把女篮能在亚青菜一路碾压吗 你觉得张紫月将来的成就能到多高 男篮能不能出现一个中兴神将 快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吧